我們開始COSMOS原廠範例第13題 它是一個自私性網格的問題 在COSMOS ELEMPO裡 這個零件 首先我們先產生一個專題 名稱專題1 實體網格 類型是靜態分析 我們在專題這裡 屬性 自私性 我們選P這個 總應變能 變更是0.02 然後相對應變能的誤差1 確定 設定完畢後 我們來定義它的材料 套用材料 Sallywork資料庫 選用合金鋼 確定 材料定義完畢後 然後我們給它 再來給它夾持跟負載 夾持 我們這裡選用參考集合 選這個面 選用XY面 平面1 在Y方向給予固定 確定 再給它一個夾持 在這個面 也是一樣參考集合 XY面 在X方向給予固定 確定 然後選這條邊線 夾持 也是參考集合 也是一樣 XY面 在地方向給予固定 確定 然後我們再給它一個負載 壓力 在這個面 單位是英字 1000 確定 加持的負載 設定完畢後 網格 選項 Jocobian檢查 我們選用節點 確定 尺寸 選用1.5 硬去 網格化後執行分析 確定 分析完畢後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它的結果 因例圖 定義 我們要看X的正向硬力 單位是PSI 我們給它1倍的 確定 我們也可以來看它的收斂圖表 定義 我們可以在這邊選 你要的 把它選進來看它的收斂圖表 那接下來我們來產生另一個專題 名稱專題的實體網格 類型靜態分析 確定 在專題2這裡 屬性 知識性 我們選這個 目標精度 我們調到99% 它的目標精度很高 那循環 手冊上 選5 確定 那材料 我們由這裡 載入 負載 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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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負載跟材料都一樣 直接載入 那網格 網格 網格這裡我們用時印區 網格後直接執行分析 確定 分析完畢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印度圖 定義 X的正向印度 單位PSI 預備 確定 我們可以用 圖表選項 在這邊用浮點 小數一下兩位 這樣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清楚的看到它的值 130.84 那我們也可以來看它的收斂圖表 把你想要的勾選進來 這是它收斂的情形 那這是我們第13題 知識性網格的問題 絆緣 在這兩位上面是大色的 記者 適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